桃園的公车族可要特别小心了 有民众碰上文法怪客 这是有民众最近搭车时发现了 这个男子拉下口罩 身体往前 他在偷纹前方女子的头发 而且纹的过程还长达5秒钟 以遍颇上网立刻引发关注 更有严谨的网友认出 这个男子是惯犯 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 客运公车上男子拉下口罩 将头向前一身 换纹前座女乘客头发 男子整个脸颊就快贴了上去 一文还长达将近5秒 离谱行径 一旁乘客看不下去 全都录下 公车文法怪客 触摸在人潮多的 桃圆EA公车路线上 当时乘客精觉有意 赶紧拍下PO网 有网友一看就想问 有什么好闻的 还有人说 可能是洗法精工厂的调香师 在寻找灵感 也有人说 突然刹车就好玩了 但又有人发现 这名男子疑似是惯犯 而且还经常出现在 部立桃圆EA附近 这个行为 跟所谓的性骚扰防治法 所谓的民事暗示 或者是用骚扰的延迟 是比较不混合的 加害人 他有 一而再再而三后 去做骚扰的行为 可以去讨论看看 有没有刑法的强制罪 律师表示 男子的行为恐怕很难以 性骚扰防治法就败 但如果被害人不买 还是可能以刑法认罪 提醒民众搭车时 还是要随时提高几决 保护自身安全 记得李珠强同一报导